我們來看這個稍微微微的消息 在家紀市的雖然國衆 他們有一個打狗的社團 變成到紅火風靈不開火的時候 這些社團的蘇生 他們就是作火走路去報化 在火大開的警示當中 打狗來發表他們電視的成果 十幾年以來都以此這個很特別的傳統 帶大家作火來看看 家紀市軍火球旁邊的報化 這陣子紅火風靈不開 天氣好的時候 除了有很多朋友來這裡散步 附近幸安國小的國隊也會來這裡打鼓 天安國小的打鼓小團 每日公共一年 時年到達不斷提供鼓勵 只要破壞紅火的紅火 風靈不開火 都會從學校走來吃表演 十多年來已經很高度的傳統 就是我們疫情期間很少出來表演 但是這一次出來表演 就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要好好珍惜 孩子在教室裡面來打鼓演奏 跟到自然的環境 然後跟著我們這個黃靈 黃花風靈幕的這樣子的場景 那感受是更不一樣的 感受是更美的 在南國小說 英國獨立的風格來自十五極學團 在傳統當中還有創新的玩手 核心也表示每年走來這裡演出 剛才是成果發表 也希望能夠維持核心和核心 傳來這項創味骨折肅的傳統 記者 林偉廷 加吉報道